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子 癸有物 物子甲乙 这个人他是在说 今年他走的是财运 为什么 都过了这么久了 他连另外一半都没有看到 各位很多人都会有这一种的迷思 但是还是回归老话一句 看看你的五行流通的状态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本命 物亏一合 所以甲木去克戊土 在这一种情况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他是属于日主受克 而他的地支有金 生紫水 生银木 生吾火 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地支很漂亮 但是因为日主受克压在那里 所以我们都知道 不容易发挥 现在进入的是乙卯运 那进入乙卯运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他会变成怎样 甲乙木 来克戊土 是不是他受伤的情况更严重 而地支呢 有金生紫水 生银木 生莽木 再生吾火 所以你就会知道 他天干日主受克 他是甲重 地支再怎么漂亮 也不容易发挥 而金年又是癸卯年 那我们都知道癸是怎样 癸水生甲乙木 去克戊土 是不是让甲乙木的力量更强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八字其实他本身就是 本命日主受克 而本命日主受克 就是不要再加重他的这个受伤的力量 否则他的一个好的部分 他会很难显现 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种情况 你看他地支这么漂亮 可是实际上 他就是没办法显现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说 在日主受克的一种情况下 好的会不灵 坏的他就会特别加成 所以在这一个八字里面 你看他地支这么漂亮 要财运有财运 要官运有官运 可是实际上他还是没办法发挥 所以各位你就很清楚的会了解到 这个八字 并不是什么他的财运走到了 他就一定会怎么样 这样的话 各位是不是 你财运来了就直接给你财 当然不是 而是你要看说 他的流通现象是正向的 还是负向的 而不是我走财运 我财运就要变好了 要掏花了 没有那一回事 就像这样子 一进来 反而让他不好的部分更加重 只有反向的情况 所以各位要从五行流通去判断 而不是什么身强身弱 或者是我走什么十神 就会怎么样 答案并不是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